Sup 哈囉 大家好 今天的話要來跟大家分享 DJI Action 4 的參數設置 還有後期調色 幫助各位在水下拍攝 還有日常拍攝的時候 能夠獲得更好 更美麗的畫面 我們先來快速的了解一下 DJI Action 4 首先它是無殼就可以下到水下18米 還有10bit的D-Lock M 讓我們在後期調色的時候有更多的空間 還有它的磁吸配件 你就可以快速的橫速切換 這個也是我目前最喜歡它的一個部分 可以這樣瞬間拔下來再裝上去 Nice 這個設計非常的棒 還有它這次升級了它的傳感器 升級為1.3分之1英寸的傳感器 就代表它在弱工環境下 相對會進步不少 好 那我們究竟要如何設置 能去幫我們獲得更高質量的畫面 首先運動相機 弱光一直是一個研究課題 所以我們通常會避免在 非常弱光的環境下拍攝 但是這次Action 4 給了兩個功能 一個是低光增強 第二個是弱光穩定的功能 那大家如果是在低光環境下去 執行拍攝的話 我會建議各位把它的畫質 設置為4K 30fps以下 然後把這個低光增強模式打開 它會透過算法去幫你降噪 幫助你獲得低光環境下 更高質量的畫面 那還有第二個功能 就是弱光增穩的功能 在執行夜晚運動的時候 各位可以把這個弱光增穩打開 它會把你的快門鎖定在1% 去透過這個快門去盡可能獲得畫面的穩定 當然還會透過一些穩定的算法 個人比較喜歡的拍攝參數直接放在這裡 歡迎大家直接造草 不管是學校拍攝或是日常拍攝 我覺得都非常好用 OK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參數是怎麼一回事 好來我來跟大家分享我的參數 右上角有個Pro 我會把這個Pro給點開 好那首先是我們左上角第一個就是曝光 曝光的話我會把它開啟為自動 那點開曝光左邊我會讓它負0.71V ISO是100到400區間 為什麼ISO我會開到這麼低 因為運動相機的傳感器相對來說比較小一點 當你ISO一往上升高的話 它的噪點會是指數性的上升 會讓你的畫質指數性的下降 所以我會建議我們把ISO固定在100到400 那曝光值負0.71V 是為了防止過曝 因為過曝是救不回來的 過暗也是救不回來 但是黑暗的畫面相對來說 在肉眼看起來會更舒服一點 因為你畫面完全過曝的話 是對觀眾來說非常不舒服的 而且通常啦 我們能看到的高光的區域 通常是會比較漂亮的 而且高光區域我們通常盡可能去保留 因為高光區域通常是我們的主體 所以 負0.71V是非常正常的一個值 反正如果你進到後期 你覺得太暗的話 再把它往上提一點就OK啦 好那我們再往下呢 有一個色彩 它有兩個模式 一個是普通模式 一個是D-Log M 打開D-Log M之後呢 它後面會出現黃色的標 10bit 沒有錯 我們要把我們的相機性能 盡可能發揮到極致 那10bit對我們來說有什麼幫助呢 在我們後期空間能夠有更大的寬容度 還有更多的色彩信息 防止色彩斷層 那D-Log M我覺得非常不錯 而且我是會進到後期去做還原與矯正的 在這個視頻最後會來跟大家分享 非常非常簡單的tips 來去幫助各位還原這個D-Log M 所以各位如果不會後期 不要太緊張 把這期視頻看完你就會了 好那再來就是我們的白平衡 那白平衡我通常都是讓它自動 好比說我們在做自由潛的時候 我們在水平面光線比較強的時候 那時候光其實是非常暖 往下潛的時候呢 白平衡應該是會越來越高 就是會越來越冷 那所以我就通常是給它設定為自動白平衡 那Action 4很好的就是 它有這個色溫傳感器 它可以更精準的去判斷你現場環境的曝光 所以我非常放心的就把這個自動白平衡打開 而且像有時候你拿著運動相機 在執行Vlog拍攝的時候 你從室外轉到室內 通常色溫會有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如果你用運動相機拍Vlog 通常是很難在後期把它救回來 所以開自動白平衡就OK啦 那我們再往下有個視角 那視角呢我個人呢是非常喜歡超廣角 能拍得非常全的這種畫面 我不太建議即便我可以接受 但是有個重點來了 如果你用Action在執行水下拍攝的時候 記得把這個超廣角換成廣角 它上面有跟大家講 應對水下光線折射最佳的視角 等效視角大概17毫米段 所以如果你用一般的這個標準 還有超廣角的話 可能畫面會有一些奇怪的光折射 導致畫面有一些不可逆的情況發生 再來左下角圖像細節 圖像細節銳度1去照1 我都讓它降一檔 因為這個東西啊我們都是可以後期加的 不必要開很大 後期你透過調色啊或是增加對比啊 或是有些後期軟件還是可以直接增加 銳度還有降照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適當降低 在一個中間值 那還有拍攝的格式呢我分辨率 所以非常建議大家把它固定在4K 16比9 50幀 為什麼 因為大疆的橫數切換是非常快的 為什麼有些人會拍4比3啊 或是1比1的格式 是因為他們會希望說 橫屏跟竖屏都要保留後期去做裁切 但裁切的一個結果 就是你的畫質肯定要有時Action 4 它可以快速的橫數切換 所以它就是可以完整的運用到整顆傳感器 它不是說橫的那我就是拍橫的4K 速的我就是拍速的4K 如果各位需要橫數做切換 拔下來插上去 或是直接放兩個就好了 它不是說你原本是橫屏這樣裝 把它橫過來 快速 好然後呢再來就是增紋 我非常建議大家把超強增紋給打開 運動相機嘛 我們要獲得穩定的畫面 好剛才答應大家的這個D-Log M的色彩還原 我們應該怎麼做 還有我們的後期調色 好那我來跟大家分享三個調色的方式 重點來了 他們都是免費的 好首先第一個方式呢 也是最懶人的方式 也是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不要打開D-Log M 沒有錯 讓畫面直出出來 進到DJI MIMO的APP 就是連結大疆Action 4的手機APP 直接把素材丟進去 然後直接做調色 這個是最簡單的 因為大疆它有這個色溫傳感器 所以它對顏色來說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校正起來也是非常的容易輕鬆 你只需要選一個你自己覺得好看的濾鏡 把它套上去一件件機 輕輕鬆鬆 非常簡單又方便 直接發上你的朋友圈 好那第二個方法呢 相對來說會比較難一點 它是完全透過手機去操作與執行的 我先來簡單且快速的跟大家解釋一下D-Log M D-Log M呢 就是透過壓縮高光壓縮暗部 讓高光與暗部都保留住 去獲得更大的寬容度 讓你高光不要過爆 黑色不要過暗 壓縮在中間它會變成什麼 中灰 它會灰色的一片 所以我們要去增加對比度 去把它高光與暗部還原 再去適量的增加飽和度 去把它的色彩還原 來我來帶大家一起做 首先我們到調色的這個位置呢 有一個對比度 我們點開對比度 我們可以適當的把它往上拉 然後飽和度 我們也可以適當的往上拉 OK然後呢 如果各位是在水下的話呢 水下色溫是會偏藍綠 所以我們要去增加暖色 往右增加暖色 往左呢就是增加冷色 所以如果在水下 我們可以適當增加一些暖色 OK那大家可以看到 DJI MIMO它最後面還是可以增加瑞度的 所以其實一開始呢 我們是可以把它這個瑞度設置去給關掉 如果你覺得不夠瑞 後期增加就好了 我們基礎的調色與還原 還原好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來到濾鏡 去選一個你覺得好看的濾鏡 它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濾鏡 OK我給大家一個觀念喔 我們通常是把素材還原到正確的一個顏色情況 我們才會去套上濾鏡 好那第三個方法呢 就是要進到我們的電腦裡去執行我們的後期啦 但是其實也不難 也非常非常的簡單 首先如果你要進到電腦 把你的素材來拉進到電腦之後呢 我非常建議你去大江的官方網 它有DLOG M的還原lot 好我們去到大江 DJI官方網站 然後有個下載這個點兒 我們把下載打開了之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個 還有分Mac的版本跟Windows的版本 這個Q就是LUT 點一下1000KB而已 非常的小 然後把我們的剪輯軟件給它打開 可以用剪印 好假設是這個素材來 剪印呢它在這上面有一個調節的按鈕 調節下面呢有一個LUT 你把LUT放進來 來到你的LUT位置 丟進來之後呢就有這個LUT 好OK這是調色前 來調色後 有沒有色彩就直接獲得了還原 那如果各位的素材是水下素材呢 我還會建議各位在還原之後呢 還要再去做一些細節的調整 像我剛才有講到 如果我們在水下拍攝 水下的顏色是又偏藍又偏綠 我非常建議大家去增加暖色的色溫 甚至再增加一些色調 增加紫色它的色彩才會更接近於你肉眼看到的膚色 通常調色的一個邏輯我們會以膚色為準 先還原好膚色再去把場景 體配膚色做出風格化 未來再跟大家分享細節的調色教程啦 好啦那這個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這個DJI Action 4的設置啦 非常歡迎大家照抄我這些設置 還有後期的調色流程 也希望大家可以用Action 4 拍攝出很多很好看的畫面 那我們今天視頻就到這 如果大家喜歡這期視頻 或是這期視頻有用 記得幫我點贊 關注分享一下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囉 Peace Bye